因为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的歧视是 第五代战机不是无敌的 因为阿汤哥里面还有开了一台 比较旧的第四代战机叫F-14 所以大家想说 所以F-14真的可以打败第五代战机吗 对到目前为止呢 它是2011年量产 但是呢到2021年到未来的10年时间呢 俄罗斯自己呢 才订购10架而已 因为它有够贵 开玩笑 大家想说俄乌战争对不对 你怎么不把这个拿去投入战场 开玩笑战绩不够 外衣被北约击落个两架宝贝 撒一架就扫一架 因为它又贵是高级的玩具 在里面呢阿汤哥呢 击落了SU-57 很重要的地方是它叫做重罪犯 但有些地方在哪里呢 会不会量产 我跟你讲它不会量产 因为太贵了 俄罗斯订购10到12架 而且呢基本上是拿来干嘛 阅兵用的 或是呢 这个呢校正用的 让大家知道说呢 我们有这个方法 同样概念啊 也出现在中国的1020 1020不是被人家捕捉到吗 被印度的空军 可是呢 它不敢随便呢 放到第一线 因为万一被抓下来的话 相关的数据被抓下来 它命中的功能都已经消失了 最后呢宇潇老师要剧透的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制作单位真的非常有心啊 哪个国家在电影之中使用SU-57呢 它说呢是一个流氓国家 然后呢代号叫做呢 右元素 而我就上网去查一下 右元素叫做呢 Eulerian 什么跟伊朗人 Eulerian 念起来都很像 这太故意了吧 他就告诉你说 这个坏人呢 就是伊朗啊 唯一剧透 那个坏人 叫做伊朗 第一个是呢 哪个流氓国家 这么巧 居然呢 F-14停在机场之中 能够被阿汤哥给抢回来 伊朗 上次我跟于将军啊 同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过 F-14那时候美国卖给巴勒维政权90架 但是呢没有想到何梅宁起来造反 所以呢 伊朗是所有的反美国家之中 到现在为止还拥有F-4的 所以你看很故意哦 剧透一 彩蛋三的剧透一是什么 邪恶国家 流氓国家 第二个是呢 右元素 邪音听起来叫做呢 伊朗人 右元素等于伊朗人 第三个 这个右元素 为什么第一党人呢 因为这个坏蛋 居然拥有F-14 所以说呢 在这里的花絮 就想做一点 里面有一架双的 二战的螺旋桨机 叫做呢 P-51野马式战机 那个是阿汤哥他自己的 他自己无偿呢 拿来做呢 道具呢 最后在一幕很浪漫的 不能完完全全 在剧透 他很浪漫的 前妻送给他的 对他前妻送给他的 那一架呢 一亿两千万台币 保养得非常好 所以呢 阿汤哥用足了所有老本 所有的剧本呢 他看过之后呢 第一个 他才运接拍 而且呢 这个片商 真的很有想法 什么意思 为了高颖 为了激发 中年老人的 这个情绪 他坚持在疫情过程之中呢 我可以啊 不上映 但等明天过后 疫情过之后 他坚持一定要在电影院看 因为两年前他都拍好了 本来大家想说呢 他拍好了 现在我一直在看说 那可不可以上线啊 他坚持要到实体 让你感受到 那个音乐跟氛围 好像走过时空隧道 回到宇乔老师 15岁的那一年 词 政歌